叶飞爆料事件发酵 旗鼓跌停 爆视频还原事件始末 玩人中备人玩叶飞爆料玩中原家居 还准备联爆18家 是什么惹火了它 老铁请先帮忙关注 点赞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A股第一杀猪盘中原家居 从2019年至今 该股出现过四次暴跌行情 且在暴跌行情出现之前 中原家居不一例外的出现过大幅上涨 有明显的操牌痕迹 今年三月某天 操盘出现了翻车 今天报视频为大家还原一下现场 现场可以简单归纳为 ABC三方 A是盘方 发言人是胡飞迪 B是中间人 刘鹏 声望弘元某名页部人士 和叶飞 以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C是代池方 名声证券操盘经过 胡飞迪害了刘鹏 让他幸福 刘鹏再去害了叶飞 让叶飞幸福 叶飞只拿到了10%的定金 全款都没拿到的情况下 相信了A和B 同时说 晕了C民收证券 买了1543万的中原家居股票 这只股票开盘后 本来SGA好的戏码是先涨 吸收散户买入 然后中原再抛售套现 割完韭菜 再把剩下的费用支持给B和C 但是中原家居A把最后一步忽略了 不给B和C费用 想黑之黑不给钱 但是芳C天天逼着叶飞逼 就把叶飞给逼急了 玩人中被人玩 本意是想无情像普通古门挥动的快刀 收割一锣筐韭菜 但是大佬胃口被撑大了 一锣筐韭菜不够吃 连中间人和戴齿芳这样的公司 他都要吃掉 你以为他们就是好惹的吗 你知道多行不易必自毙 不是不报 只是你还没碰到厉害的主来收拾你 二 叶飞是小丑还是忍无可忍 另类走红 有人说在这件事里 参与操盘的叶飞 也是想割古名韭菜的黑手 只是没割到韭菜 反而被上市公司玩弄 于是跳脚几眼 把以前的主子们都要摇一摇 这样说 未免把人想得非黑即白了 试想 如果没有20分的勇气 叶飞怎么会 又怎么敢开直播 在社交媒体上连续爆料 他要面对的问题是 爆料了 我今天能不能好好的 爆料了 我以后靠什么吃饭 所以 叶飞爆料这个事 我认为勇气和正义 占了很大的成分 他为大家 揭开了A股市值管理中 最后一层遮羞布 也揭露了操纵股市 冷空无情 像普通股民挥刀的资本黑手 三 叶飞事件 告诉老铁什么了 眼见不一定为时 因为有时候 你见到的 不一定是所有 只是冰山一角 甚至可能是别人 想让你看到的 一双冷冷的手眼 正准备收割你 老铁们 道理性投资股市 各位老铁 欢迎在下方评论 各位老铁们 我认为了 老铁都 在下方评论